吃完的话,你干脆就是直接的,从东南等角,或者是直接的,从那个上市角 或者切换到上市角,上市角,切过来,OK,那这边画好了,这边 OK,那理论上刚刚,那个应该都可以缩放,如果所有同学刚刚没办法缩放,记得检视里面重申一下 让他缩放,就可以重新再,再让他可以重绘一下 OK,那这边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怎么画 首先的话,我刚刚讲过,底下这个部分,有个60,所以从这边往上,60,OK,60 然后再往折过来的话,多少呢,10,Enter,然后再往下的话,10,Enter,OK 那再来的话,空白键,那另外这边有一个10,所以这边再画一个10,Enter 好,现在再来讲了,现在讲了,好,没关系,这个可以try了,因为这个图 2D当然,我们主要就是要画一出一个东西可以回转,OK 那当然如果说尺寸有点误差,你可以,因为很多东西,老板给你一个东西,我要叫你画这个,他没有跟你讲说尺寸多少啊,对不对 你要自己把它画,你自己要去定义出它的尺寸嘛,所以这边的话呢,就差这个线段,OK 对,好,那再来画一个弧嘛,对,那这个弧的话是,我们可以用惠寺里面的弧里面的什么,因为我知道几个,就是起点,终点,跟什么呢,跟半径 所以你就知道起点,终点,半径就选这一个嘛,对不对,起点,终点,半径 那因为那个弧一定是逆时针方向的,所以起点应该在哪里呢,起点在下方,好,终点在上面,好,然后呢,再往这个地方拉一下,拉一下之后呢,给它多少 我们要半径25,你就输入25就好了,那这个弧就画出来了 谢谢!